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今天继续为你们带来日剧AKB恐怖夜故事两个 第一个故事 花雪人行 惠离子和傅之君感情很好 他们在八岁的时候就确定了彼此的心意 傅之君还说自己长大后一定要娶惠离子为妻 惠离子也答应了他 傅之君一高兴就跑了起来 结果刚出公园就被车转死了 这给惠离子幼小的内心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几天后 傅之君的妈妈亲手给惠离子打造了一对 代表她和傅之君的情侣人偶 她说 傅之君去天国了 为了让惠离子和傅之君永远在一起 让她小心保管好这对人偶 一晃过去了十年 惠离子年满十八从家里搬了出来 即将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 那对人偶也被她老妈从老家寄了过来 过去十年 她都有好好保管这对人偶 来到了新的地方 自然也把她存放在身边 大学生活开始后 惠离子结识了新朋友 并和本系的贾本学长发展成了情侣 他们交往了两个月 今天终于肯让贾本学长来自己出租屋 惠离子之所以这么谨慎 是因为贾本学长是她第一次处的对象 在此之前 她只和傅之君有个互相喜欢 贾本学长知道后就认真地表示 她一定会让惠离子幸福的 然后就想和惠离子么么哒来发展进一步关系 正当他们快亲生的时候 惠离子听到背后发出了一阵小孩的小声 这让她感到心里不适 于是接吻就没成功 惠离子也把她和傅之君的故事 告诉了贾本学长 吃完饭后 贾本学长要回家了 但是在走之前 她问惠离子要不要把人偶扔掉 毕竟这个事情过去了十年之久 她也该放下了 一直把人偶放在身边 有一种被她束缚着的感觉 说完 她就朝人偶摆了摆 然后驱走扔进了自己包里 惠离子也没有阻止她 当天晚上 惠离子做噩梦了 她梦到傅之君很生气 还出现在她被窝里 惠离子被吓醒了 她走到客厅喝水 突然接到了一通同学 马美的电话 马美对惠离子说 贾本学长死了 贾本学长在回家路上 被大卡车撞死了 吓得惠离子水杯都掉在了地上 她为前辈的死感到悲痛欲绝 就在这时 她又听到了一阵小孩笑声 之后 背部感觉到有什么义务 她从衣服里将其掏了出来 居然是傅之君人偶 吓得她立马扔在了地上 要命的是人偶的眼睛 此时还动了 嘴里还说了句 惠离子是我的新娘 第二天 同学马美上门按门铃的时候 惠离子已经消失了 因为她被吸入了女人偶里面 成为了傅之君的新娘 第二个故事 电梯 郑友美那天是公司最后一个下班的 她匆忙地坐上电梯 从暴力掏出手机看时间 希望能感受最后一班电车 但倒霉的是 她刚坐上电梯 电梯就坏了 她被困在了电梯里 不仅手机没有信号 按电梯急救铃 都没有人应当 就在她一筹莫窄的时候 电梯门突然又开了 进来了一个男人 真理美刚想告诉男人 电梯有问题 别进来 男人就按下了关闭按钮 这下好了 他们两个都困在了里面 男人就开始问真理美 是不是加班 这还用问吗 不然嘞 男人继续说 真好啊 大满商事的业绩 很好的样子 等等 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公司名 男人又说 他们这边已经穷困潦倒了 真理美告诉他 现在不是说这些闲事的时候 他们当务之急 是要出电梯啊 男人不紧不慢地回复他 现在这栋楼里 只剩他们两个 所以啊 就不要做无谓的力气了 你喊不好 都没有人的 真理美小姐 我操 他就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呢 男人开始介绍自己 说他叫佐久坚 是珍姆公司的员工 还说他们经常在电梯里碰见 经常坐同一辆电车 真理美会在哪个站下车 他都知道 真理美察觉到一丝危险 但他能做的只有 疯狂按响急救灵 男人再次强调了一遍 没有用的 因为整栋楼都停电了 现在他终于逮到机会 和他独处了 他真的很喜欢他 一直想和他说话 听说你们公司 最近接了一个新项目 你还为此脱为废神 所以今天 才会加班到这么晚的吧 其实那个项目呀 本来是由他们公司接受的 因为转手给了你们公司做 他们就破产了 大家都很生气 他也成为了众师之地 被公司的人做马去死吧 男人疯狂地笑了起来 就在这时 紧急呼救那边 传来了询问的声音 真理美赶紧对着声筒呼救 足球间把他甩到了角落 开始用手掐住他脖子 嘴里还不止地说着 要死一起死 没过多久 足球中心回了真理美 说他们马上就拐来救援 足球间就暂停了掐脖子 蹲下来 倒出了真理美帮忙里的物品 找到了一个创可贴 把摄像头封住了 然后又开始了 他的变态发言 说自己能和他独处 现在很兴奋 还叫真理美和自己结婚 真理美也被他逼急了 疯狂地拿东西砸他 他的反抗还是有点用的 他撕掉了挡镜头的创可贴 不一会儿 门口有人敲响了门 是救援队的 真理美看到了希望 一个劲地拍门呼救 但外面的人说还要等一会儿 他们破门也需要时间 急救中心的客服 也开始和他解释 说警员和救援队 已经到达现场了 这种楼刚刚发生了 一起跳楼自杀事件 一位男性撞到了电线上 所以电梯电源断掉了 不过现在能听到 他反馈的声音 就说明他还没什么大碍 因为刚有看到 他一个人在电梯 挺痛苦的样子 一个人 真理美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问客服 那个自杀的男人叫什么 对方说左九尖 真理美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果然男人消失了 是不是被吓了一跳 我当时看的时候也被吓到 结局特别的意外 这也是这个故事 有意思的地方 当我们以为 女主即将被救的时候 没想到开门后 还是那个男人 最后的最后 我只想说一句 打工人 喝苦为难打工人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